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香草的天空》 本部影片主要讲述的是一个缺乏爱的人 生活在梦境中150年 大卫的父亲拥有一个很大的出版社 母亲过早的离世和父亲高高在上的位置 让大卫从小都感觉不到家人的爱 父亲去世后顺利继承所有的财产 本来就拥有帅气的脸蛋 大卫也就成为了晚前少女心仪对象 但同时大卫也是一个花花公子 身边的女人就像是衣服 每次激情过后大卫都是草率的打发 自己的好友布莱恩对朱莉很有好感 在布莱恩带着朱莉参加大卫的聚会时 大卫和朱莉两个人拍拖对布莱恩很有打击 朱莉一直迷恋大卫和她拥有的荣华富贵 在一些酒会上大卫终于碰到了自己的公主 被苏菲亚的外表痴迷 而且这次的感觉和之前花心行为完全不同 两个人的感情也就很快升温 在朱莉从布莱恩那里得知大卫只是她的炮友的时候 朱莉为了得到真相找到大卫 驾车过程中朱莉情绪失控 企图和大卫同归于尽 朱莉当场死亡 大卫却幸存的活下来 但是大卫却失去了之前的美貌 不得不靠着面具生活 面具可以帮助她皮肤缝合 也可以遮挡脸上的丑陋疤痕 大卫怀疑是布莱恩和朱莉四下说了什么 才让朱莉有了冲动的行为 并且怀疑公司内的人时刻都在危害着自己 最久倒在街头开始梦境 在街头她被苏菲亚温柔的叫醒 两个人重归于好 并且恢复了美貌 每天都生活得很甜蜜 情况开始反转 大卫噩梦惊醒 发现自己的容貌变回去 但是渐渐的她却发现 和自己睡在一张床上的人竟然是朱莉 她被眼前的一切吓到 用绳子绑住朱莉并且报警 但是大卫却被误认为绑架 在警局接受了存档调查 从警局出去之后 大卫后面还是会看到 自己身边居住的人是朱莉 看到朱莉挑衅的面孔和得意的样子 最后她忍无可忍 控制不住内心的愤怒 用枕头将朱莉杀死在床上 大卫被带到警局 在心理医生迈克的帮助下 大卫开始一点一点回顾自己的记忆 原来这发生的一切都是梦境 朱莉根本就没有被她杀死 通过迈克的帮助 大卫回想起来自己车祸之后 通过电视 知道了一家生命延续公司 忍着头疼签下了协议 让自己的身体开始低温分存 顺利的开始自己的梦境 最后真相一点点浮现 大卫和生命延续公司的技术人员 交谈中得知 其实大卫已经身处150年后 所有经历的一切 都是自己的潜意识创造出来的 自己的爱人苏菲亚早就已经去世 在技术人员询问大卫是否继续梦境 还是回到现实 并告诉他现实生活中没有苏菲亚 也可能失去之前拥有的一切 大卫最后决定通过跳楼的方式 回到了现实 勇敢的面对自己的一切 也看到苏菲亚与他的告别和鼓励 回到现实过程中的大卫 即将开始面对新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